作者 按摩师 言波 画谷 麦小布 第645集 当年在古南都啊 秦晨还是他的竞争对手 可现在呢 秦晨已经成他偶像了 若不是秦晨 他跟地天一根本进不了天魔秘境 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以往遇到危险 秦晨总如同神明一般站在他们前面 替他们挡风遮雨 每次看见秦晨的背影 他都渴望有一天能并肩跟秦晨站到一块 能像秦晨一样守护着北天狱 地天一 王启明 子勋 赵灵山等人 都有些紧张 他们看着了无双 手中渗出一些汗迹 这可是东周狱 这的一切跟北天狱都是不一样的 天赋捷径的数字 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未来 不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但是那样的结果是他们必须承受的 那好 我开始了 康思同看了一眼秦晨 他右手一动 那枚天赋捷径飞到了冷无双身边 天赋捷径在冷无双身边漂浮着 冷无双双手抵得上去 真缘和血脉同时追动 他一息感觉到 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呼唤 听着那声音 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渐渐消弭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天赋捷径嗡嗡的颤动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看到眼前这一幕 秦晨心中有一种暗耐不住的激动 看天赋捷径这模样 老无双的天赋捷径绝对不会低 至少不会低于十 欧阳正奇大师等人呢 也都露出了吃惊之色 康思同也是惊诧地张了张嘴 扮上之后回过神来 他急忙回过头 朝着秦晨拱手兴奋到 恭喜陈少了 冷无双天赋捷径是多少啊 秦晨问 天赋捷径只有催动天赋捷径的 康思同能感应到 外人是感觉不到的 他心跳微微加快了几分 要是冷无双天赋捷径超过二十了 必定能加入万宝楼 以后提升起来 一旦进入万宝楼五行秘境 那将来对他帮助将是非常大的呀 冷无双天赋捷径是五十七 未来有可能成为五帝级别的强者呀 康思同有些震撼 天赋捷径的数字并不能随便定的 五欲公认的 天赋数值达到二十 很可能将来成为五皇 超过四十五将来可能成为五帝呀 一般五欲天才呢 天赋数值都在十到四十之间 超过四十的都十分上坚 可这冷无双天赋数值高达五十七呀 远远超出康思同预料了 这代表着冷无双将来有资格冲击五帝 甚至呢 不是一般的五帝 哦 当然了 并不代表天赋数值到达四十五一定能成为五帝 只是说呢 有这个可能 还要经过百年的修炼 以及无数灵要的辅助 最终才能达到五帝的境界 但即便如此 那也已经很可怕了 不管修为如何 数值达到四十五以上的都是天才 都是五欲各大势力争抢的对象 康思同没想到 秦晨一百天余伙伴竟然达到五十七的天赋数值了 五十七 冷无双震惊得张大嘴巴 他甚至怀疑自己这个天赋结晶是不是测错了 自己的数值能达到五十七 刚才聊天时他已经知道了 整个五欲天赋数值达到四十五以上的 可谓是万里挑一啊 一万个也找不出一个 这么说 未来有机会成为五帝强者 光是想想冷无双都感觉不可思议啊 太好了 蒂天一 王启明等人都有些激动 也为这冷无双高兴啊 他们中多一些天才 强者 他们的力量也就越大 也越能团结 欧阳正吉震撼地看了眼冷无双 这等天赋数值有机会成为五帝啊 连他都万分想招揽过来 怎么就加入万宝楼了 目光一转 眼珠子滴溜溜转起来 这欧阳正吉现在想啊 过会儿有机会 是否偷偷把冷无双招揽过来 虽然这么做看起来有些无耻吧 但这也是为了耽搁的未来嘛 欧阳大师 你别打我万宝楼天才的主意啊 康司同看见欧阳正吉闪烁的目光 顿时一声冷碰 他也算是人惊了 能看不出欧阳正吉想什么吗 谁抢你万宝楼的天才了 这位小兄弟 似乎还没加入你万宝楼吧 既然没加入 此人不算是万宝楼的天才了 欧阳正吉笑眯眯的 然后看下冷无双 又获得 这位小兄弟啊 你想不想加入我武裕丹阁呀 你也知道 我丹阁可是大陆最顶尖的势力啊 你若加入丹阁 不但能获得诸多资源 像丹药一类的更是功不养求 要不考虑考虑啊 汤司同脸顿时就黑了 欧阳大师 有你这么挖枪脚的吗 他急忙转头看下冷无双 小伙子你可别听他的 丹阁资源是不错 但也就是丹药多了点 我万宝楼 在武裕市里不比丹阁弱的 并且我万宝楼经营天下宝贝 不仅仅是丹药武器功法秘籍 你想要什么 我万宝楼都是应有尽有 还应有尽有啊 你不过是万宝楼 中州城分楼的一个楼主 充其量嘛 相当于我武裕下司欲 耽搁一个小阁主而已 可老夫却是武裕耽搁的人 哎 你说跟我回去 随随便便让你加入我武裕天才营 不在话下 我武裕天才营收集的 都是武裕的武道天才呀 想想看啊 能跟武裕天才一同训练 一同竞争 那是什么感受啊 欧阳正清 不带你这么攻击人的 康斯同气得直吐血 紧张的 你可别听他扯淡呢 他就武裕当格一核心管事 算不上高层 来来来 跟我回万宝楼 这次回去复命 我也能更进一集 担任万宝楼总部的管事了 到那时候 我把你推荐进入万宝楼 掌控的五行秘境 这个秘境啊 多少天才求之不得呀 不计你们陈少啊 他最清楚了 什么五行秘境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当格没秘境吗 去你当格 就算培养出来 也是成为炼丹师的护从 顶多了不起的就是供奉 哪有在我万宝楼威风啊 你放屁 我当格虽然看中猎奥师 但对顶尖天才的重视 同样不低于猎奥师好吗 是吗 有我万宝楼重视吗 武者在我万宝楼发展 将来甚至有机会成为 万宝楼楼主 你当格行吗你 能成为你们当格总部的阁主吗 你你你 你这是胡搅蛮缠的 大厅中 康斯同欧阳正奇 为了争一个冷霜 从一开始争抢呢 到后来直接骂街上了 彼此丝毫不让 唾沫星子到处乱飞 看得冷无双等人都傻了 不过就一天才罢了 用得着两位大佬 在这毫无形象的当众骂街吗 冷无双他们不知道的是 康斯同他们若是能带回一个 天赋数值五十七的顶尖天才 不但在各自势力中会受到褒奖 并且呢这样天才一旦培养起来 自然会念他们的情 算是眼路然额 也会让他们在各自势力中地位变高啊 五十七呀 这个不是三十七四十七呀 未来不但能冲击五帝 甚至能冲击五帝中更高的境界 当初呢 康斯同自己测 他的天赋数值也不过是四十三 在五玉 一个数值五十以上的天才 足以让一家族一席之间地位改变 继身世家之力 五玉虽然强者如云 但是呢 任何一个五帝级的人物 都足以算得上是高手了 称霸一方啊 呃 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这么争下去 也没意思 不如让他自己选吧 康斯同和欧阳正吉吵了半天 知道继续吵也没啥结果 只得纷纷看下冷无霜 冷无霜也有些发愣 让这么两位大佬盯着 顿时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忍不住转头看向秦晨 冷无霜测试结果没出来时 秦晨一颗心一直悬在那 测试结果一出 秦晨反倒淡定 显得波澜不清 想想也是吧 冷无霜本身天赋就不弱 再加上有精神种子改造 五十七的成绩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甚至呢 伴随精神种子成长 它数值可能再度提高 自己啊 先前无疑太紧张了 他笑笑道 冷无霜啊 你自己决定吧 想加入哪个势力 一切都看自己 得遵循你的本心 说到本心时 秦晨故意停了一下 冷无霜队时明白了 我愿意加入万宝楼 哈哈哈哈 康思彤顿时一阵大笑 得意的好像打了一场胜仗 哎 秦晨呢 你也是我单格的理由是 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 欧阳正奇气得 脸都绿了 不满道 他看出来了 这群人还是很听秦晨话的 只要秦晨让冷无霜入单格 冷无霜绝无二化 岂能让这康思彤小人得志啊 秦晨淡笑道 欧阳大师 你别着急嘛 秦某的朋友 各个天赋都不弱 一个个测试下去 你还怕找不到天才吗 更何况 我虽然是他们朋友 但也得遵循他们的意见 岂能擅自做主呢 欧阳正奇一声冷哼 事已至此 他也是无话可说了 至于说秦晨说的 还怕找不到天才 根本没放在心上 他以为数值五十七的天才 那么好找啊 即便在五月 一万个里也很难找一个出来 这可是能冲击五帝级的天才啊 恐怕 冷无霜是这群人中 天赋最高的一个吧 来来来 还有谁要来我万宝楼的 上来测试吧 大家放心 不管数值多少 我抱你们都能进万宝楼 哈哈哈哈 康四同哈哈大笑 心情畅规得很 甚至夸见了黑口 能拉一个天赋数值五十七的人回去 就算另外人数值再低 他也能想办法把人带进万宝楼 这点面子他还是有的呀 我先来吧 帝天一看了眼王启明 开口说道 声音有些紧张 嗯 好 康四同笑了 右手一挥 天赋结晶朝着帝天一飞来 悬浮于帝天一的前方 帝天一紧张地注视身前的天赋结晶 双手抵了上去 内心也是无比忐忑 不知自己的天赋数值是多少呢 会不会很差呀 冷无双有五十七 自己怎么着也得有四十吧 可 可万一没有呢 就在他焦虑时 天赋结晶又一次绽放出多么的光芒 比刚才测试冷无双十还亮啊 所有人都傻了 呆呆地看着 怎么会这样 又是一个天赋数值五十以上呢 我的天哪 天赋数值五十九 康四同张大嘴巴下巴都要掉了 万分的不可思议呀 这怎么可能呢 太违背常理了 家长秦晨三个超级天才了 就算武裕中某些顶尖豪门 后背中也不可能连续出现这么多天才 测试两人 两人都是五十以上 第二个高达五十九 这他娘哪来的妖孽呀 不是说北天玉大陆最为贫瘠吗 往往上千年出不了一个五帝呀 怎么现在随便测试两个都是五十以上呢 康四同震撼不已地看了眼秦晨 这群小子的血统和天赋啊 简直比武裕中一些顶尖的豪门还强大 李玄朝也傻眼了 他嘴角在抽抽着 秦晨这些朋友一个个天赋数值太高了 简直高得离谱啊 让他不由得自残行贿 当年他测试时 数值只有四十一而已 天赋数值五十九 那可是几乎能成为中期五帝的超级天赋啊 中期五帝呀 什么概念 五欲中九天五帝数量并不少 但绝大多数都只是初期的 而中期的呢 随便一个都是五欲中佼佼者级的 甚至能建立起一个帝国 他仿佛能感觉到 一个超级势力正在敲战崛起 虽然这过程可能经历很多年 但对五皇五帝级的高手而言 甚至五欲历史而言 百多年时间并不是很长啊 恭喜陈上 恭喜这位小兄弟了 康司同语气中满是讨好和八戒 开玩笑 一旦数十年过后 两人之中真的有人出了一个五帝 在万宝楼中地位 必定远远超过他呀 他见了对方都得是低头臣服 恭恭敬敬的 帝天一这才松了一口气 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 内心却是无比兴奋 他悄然看了眼一旁的冷无霜 冷无霜目光恰好与帝天一目光相碰 俱使生腾起强烈的战役 玄技呢 又是闽然一笑 惺惺相惜 两人在大威王朝玄州时呢 就是竞争对手了 恐怕将来也会一直竞争下去 不过身为天才 他们都不惧怕竞争 只有有对手才能共同进步 不是吗 而后呢 他们又看下了王启明 他们记得很清楚 当年王启明可是跟秦晨一样来自五国的 在五国中唯一能跟幽谦雪对抗的天才 所以他们都不离开了 三年 二十年前 二十年 三年 一年 二十年